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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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大家好 也很感謝大家的出席 在星期日這麼早 十一點鐘 很準時地來到 我先介紹自己 其實我是郭展榮 我叫Brian 我在東華學院和理工大學 都有一個教職 稍後再說一說 其實我自己是甚麼背景 但是很感謝我自己的資助 是海洋生態基金 資助我這個研究 我們要展示出來的 當然 我自己不是讀獸醫的 香港也沒有獸醫去讀 幸好在大概15至16年前 我遇到我的導師 Dr. Fiona Broek 如果沒有她的話 基本上我現在也不能站在台前 和大家說話 當然她在去年離開了我們 但是很希望她知道我們今天 其實是在說關於鏡團的 是關於怎樣用這個放射的技術 去放進去鏡團的研究裡面 希望繼續延續她的精神 那我究竟是誰呢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放射技師 平時幫人做X光 磁力共振 電腦掃描 超聲波 核子醫學 然後 畢業後 其實一直都 幸好剛才遇到Dr. Broek 所以就 投身去把剛才所說的放射技術 放在鏡團的研究裡面 這些就是之前做過的一些鏡團的研究 甚至乎海洋暴雨類動物的研究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去到世界各地的水族館 或者動物園去研究不同的品種 可能大家都認到有海豚、海獅 那這是甚麼品種呢 知不知道 可能只有一條尾 如果是認識日文的話 其實這裡也寫了出來 這是磅沙 沒錯 磅沙 甚至乎是一些陸地的生物 有黑熊 有鱷魚 甚至乎老虎 這裡所有的一些動物 其實都可以 雖然他們是圈養的動物 但其實都可以 透過不同的放射技術 去幫助他們做一個身體的檢查 特別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磅屯 甚至乎是一個我們所說的本土磅屯 大概有分兩個大的品種 第一個就是鋼屯 我先放它 最先的原因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華白海豚才是香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品種 其實不是的 反而如果你說Number 在香港水域出現的磅屯 其實這個鋼屯比中華白海豚更多 當然鋼屯不是很常見的 第一,它沒有這個貝奇 第二,它是黑色灰色一塊 很難在水面 因為我們的水不是那麼乾淨 不是那麼清澈 很難去發現它們 而且去呼吸也很快 所以比較難見 亦比較害羞 但其實它們在我們的水域一直生活 當然,另外就是中華白海豚 我們的主題公園就沒有中華白海豚 是圈仰的 但在最近的珠海 其實我們也有中華白海豚 這段影片就讓大家看到 中華白海豚在圈仰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們的生活是怎樣 當然,剛才說過 我們也可以用不同的放寫技術 幫它們做到一個身體的檢查 但是如果在海道的時候 不是圈仰 在野外的一個生活的時候 其實中華白海豚 甚至乎是江豚 這些海洋的生物 其實是靠近一個生物鏈 它就不僅僅餵魚 或者只是做表演 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 今天是很重要的 今天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我應該是開頭的時候說 不過我忘記了 其實今天4月22日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我也很榮幸在4月22日可以說到 這個talk給大家 跟大家有一個機會見面 4月22日是甚麼日子? 知不知道嗎? 今天是地球日 地球日真的很適合去說一個這麼貼題的研究 甚至乎這麼貼題的project 所以我終於可以跳回來了 其實我們說生物多樣性 我們可以用生物多樣性的這個 topic 去結論了生物鏈和海洋裡有甚麼關係 其實不說可能不知道 香港其實大概有幾大 知不知道嗎? 幾多個平方公里 1,100平方公里左右 如果是香港的海洋範圍 大概有幾大? 原來是有1,600平方公里 1,600平方公里 即是海洋範圍比陸地的範圍更大 如果說生物多樣性的話 在香港的海洋生物特別是有多少種呢? 數不數到這裡有多少種呢? 也有很多 但其實有最近一個研究表示 有6,500種 香港有這麼小的地方 都已經有6,500種 而我們又再說 其實我們屬於中國 其實香港的水域 就是大概0.03%的水域 大概0.03% 當然剛才提到的食物鏈 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提到一個比較高的 就是海洋範圍的動物 是海豚 當然人和海洋的關係 也是非常緊密的 如果海洋的生物鏈 有任何一個生物鏈斷了 或者甚至是有問題的時候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食物 甚至影響到我們的經濟 也會影響到的 海豚的生活 生命周期 其實就跟人一樣 他也會有 剛剛出生 也會有幼兒 也會暴雨 甚至乎去到成年 成年 到最後會死亡 所以如果我們想去看這個物種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致上 都是分兩個大的方向去看的 第一個我們叫做 看它的生態健康 很多時候 可能大家看報紙 會看到 數一下海豚 有幾條海豚 牠們會不會生活得健不健康 牠們游的水域在哪裡 牠們在哪裡特別多 做些什麼 這些是靠一些 狼狂的探討員 或一些科技師 去幫忙去做 這是一個 的動物 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就是 我們所謂的生物的健康 我們這次 雖然不是很開心的 我們通常見到的動物 都是過身的動物 因為如果牠不過身 我們基本上不會在牠們身上 去尋找到任何的證據 或者一些原因 去看到牠們生前 究竟健不健康 在生態健康方面 可以多說一些 其實在香港 剛才說過 我們有大概兩個最出名的瓶團 第一個就是中華白海豚 中華白海豚 其實大概在香港的西部水域 機場在這裡 這裡就是最新的 知不知道是什麼 綠色的 人工島 就是港珠澳大橋 人工島 港珠澳大橋就是這條線 一直這樣 去澳門和珠海那邊 其實白海豚 每一個粉紅色的點 大概就是告訴大家 中華白海豚在哪裡出現過 以及牠們的數量大概是怎樣 所以你看到 其實在機場附近 牠會有 在石澳、大澳 甚至乎是分流 去到長沙、索古群島 這些地方也是 中華白海豚 牠們常常出沒的地方 另外一個品種就是江豚 剛才說過江豚是比較害羞的 所以可能你看到牠的時候 就是這樣 很難去辨認得到 牠究竟多大 甚至乎有多少隻 牠們出現的水域 跟中華白海豚有少許 overlap 大概在索古群島 長洲 甚至乎是南亞島 以及我們香港東部的水域 西貢 我們也會找到江豚的存在 在台前或桌面上 其實放了三個頭 一個是中華白海豚的頭 一個是江豚的頭 另一個是另一種海豚品種的頭 又是一個答問題的時間 會不會認得到 誰是中華白海豚 中華白海豚比較容易 中華白海豚的頭是誰呢 會不會舉手 好 是哪一個 請問 這個 這個是中華白海豚的 OK 有沒有人覺得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最大那個 最大那個 OK 有沒有人覺得是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 我想沒有了 是的 這樣也很明顯已經分得出 其實中華白海豚 如果剛才有認得到 它的樣子 大概是尖尖一點 所以是這兩個 其中一個 究竟怎樣去認它 我想今天的話題 就比較再深一點 今天我們就不會蓋 如何去認哪一個頭 究竟為什麼這個是 其中一個是中華白海豚 為什麼 但是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大的這個 才是中華白海豚 另外這個其實是一個 飛船海豚 在香港的水域 其實有時候 他們會探望我們 但也有時候 他們會擱淺 但一定沒有中華白海豚 和江豚的數量較多 剛才提到數量 對嗎 中華白海豚的數量 有時候我們經常看報紙 都會看得到 數量好像一直在下跌 從2014年 2015年 2016年 這是魚匯署的海洋捕魚類動物 的一個監察報告 其實都挺公平的 告訴大家 其實數量一直在下跌 但是當然 我們是否究竟 一年左右 機場 三跑 甚至乎是不同的基建 令到中華白海豚的數量 一直下跌 我想沒有一個研究員 或研究的人 可以很肯定 100%告訴你 是這樣的 但是另外一個團隊 就是香港大學的團隊 其實他也有做過一個研究 就數中華白海豚 究竟用香港的水域的數量 是有多少條的 其實中華白海豚 不是在香港水域 只是在香港水域生活 其實它是整個珠三角 這個水域 整個水域都是他們的棲息地 整個水域的棲息地 大概有2000多條左右的中華白海豚 而常用香港水域的中華白海豚 大概有400個人 400個人 他們沒有回鄉症 他們過這個境 是不需要像我們一樣 去拍卡 去過境 去過關 所以其實他們來來回回 究竟有多少條呢 我覺得這個研究會比較 可能的資料 是比較objective的去處理 好了 講到我們的主題 就是生物的健康 其實生物的健康 剛才說過 我們要透過一些 割淺的數量 甚至割淺的一些個案去分析 先說割淺的數量 首先講一講 其實小弟就在2014年開始 現在我這個研究 2014年 剛好就是有史以來 最多的一個數量 我們總共 紫色這條線告訴大家 割淺的總數量 是有50條的 50條也是我們最多 最多的 去到後幾年 2015、2016 就跌回 其實平均 大概都有20至30條 不等的 今年呢 其實有些擔心 因為今年去到 剛剛4月 21日 即是昨天 其實我們已經有22條 的割淺個案 而22條裡面 超過九成半 都是鋼團 不是中華白海豚 是鋼團 是鋼團 好了 究竟有些什麼品種 在香港擱淺過呢 這裡很不好意思 因為全部都是用了英文來講 但是呢 頭一二位 一定是我們本土最常見的一個瓶團 第一個就是 Finnus Popolis 即是鋼團 第二個就是 中華白海豚 其實總數量 由1983年 1935年前開始計算 已經有大概多過200條 甚至乎多過400條的 中華白海豚和鋼團 在香港擱淺過 有形形式式的海豚 剛才說過飛船海豚 甚至乎大到鯨魚 這條就是一條很珍貴的角島瓶 這個這麼大的瓶魚 大概有10.6米長 整個巴士那麼長 在2014年的時候 在香港西貢的水域 所以其實 在香港發現 上肩的瓶團 大概會有15種 大概有15種 而割淺的 目前的資料 大概有18種 而全世界裡的瓶團 大概是多過80種 所以其實我們都很幸運 我們都看到 五分一 在香港的水域裡 當然 他們什麼原因 會擱淺 甚至乎他們受到什麼威脅 其實大部分 我們都會把它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 就是它自然的擱淺 人也有生老病死 其實海豚也有生老病死 它會病 它會迷路 它沒有Google Map 它不會走 那就不會走 可能它的Echo Location 回聲定位 會出錯 甚至乎 可能它跟隨 他的朋友 他的同伴 去割淺 也有試過 幸好在香港 就沒有這個案子出現 但是一些人為 造成的一些割淺 就形形色色 當然會有棲息地減少 船隻的撞擊 很簡單說 其實在海域 或者在水上 沒有紅綠燈 但是你每一天 其實你都會發現 在陸地 都有人被車撞到 有交通意外 在海裡有交通意外 出不出奇呢 一些都不出奇 甚至乎是海洋的垃圾 污染 或者有關於一些 漁業的 我們稱為by cache 可能會在漁網裡 誤報了它 甚至乎是被漁網 纏繞了它 也是有機會的 在報紙上 我想大家都有看到 不同的時間 它都會有一些突發的新聞 然後告訴大家 今天又有一條 我媽媽經常跟我說 今天又有 它比我更快 有時候 我都不知道 是嗎?今天有嗎? 這樣 有時候 不是我們一定可以 當日可以做到這個影像解剖 所以可能我再慢慢說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 就是 我們找到一條屍體 但是我們做完研究之後 我們就不知道 它的死因是什麼 在很多側新聞上 都是這樣寫的 大家不知道有什麼反應 因為看到 又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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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知道呢? 那 可以有什麼做呢? 大概就是 四年前左右 我就想 其實有什麼做呢? 我們可以做多一點呢? 我自己是讀放射學 都是其中一個醫療科目 讀醫療科目 就一定要做解剖 我讀人 也有做人的解剖 以前 人的解剖 解剖堂 怎麼上去呢? 當然是一定要有個屍體 我們就慢慢 當然是讀完書 讀完書 之後 我們實際上 就看著 那條屍體 認回不同的解剖器官 在哪裏 打哪裏 但是現在 需要這樣做嗎? 其實現在上課 我上課的時候 是怎樣呢? 我自己 因為教放射學 所以特別 某些放射儀器是沒有輻射的 譬如超聲波 我就可以用超聲波 去看一些實心的軟組織 在身體裏面 亦都可以同一個時間 教導我的學生 什麼叫做解剖學 但是去到瓊屯 其實瓊屯的解剖學 這幅1551年的這幅畫 畫得都可以 特別是展述了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海豚的媽媽 有一個胎盆 有一個寶寶 也有一個刺帶 海豚是暴雨類動物 所以跟我們一樣 我們有肚子 它也有肚子 它也是連接著媽媽 在懷孕的時候 是用刺帶的 所以現在解剖完之後 其實我們也可以畫同一類的畫 其實幾百年 其實我們解剖的技術 都好像沒有什麼前進度 有什麼方法我們可以幫忙 也能解答到更多一些 關於他們割淺死因的原因呢? 大家去過旅行 去旅行的時候 過境最不喜歡的就是 被人檢查行李 第一 被人檢查行李 我明明沒有帶什麼 為什麼又要檢查我呢? 第二 被人檢查身 我想沒有什麼人喜歡 被人摸來摸去的 但是現在當然 大家都想到 不打開行李 可以怎麼做呢? 很簡單 當然就是透過X光 過了機器 之後大概都可以看到 有什麼東西在裡面 當然可能X光完之後 也要再找一些東西出來 看一看 但是也會省下 不用每一個行李去看的時間 甚至乎當然人也有X光 如果有去到美國 甚至乎日本 這些地方也開始有 歐洲也有這個儀器 只要把手放在這裡 大概一秒左右的時間 出來後 其實你已經吃了一劑的輻射 當然了 為什麼要害怕呢? 輻射其實到處都有 你搭飛機 香港到倫敦已經有四張廢片的輻射量 所以你搭飛機 都已經吃了 你怕什麼呢? 所以不用怕了 好了 再剛才說 既然又可以X光 為什麼我們不把它放在X光上 把屍體放在X光上 照完之後才看 那就可能得到更多的資訊 所以大概在四年前 我們就開始了這個項目 我們就叫做影像解剖 也有不同的媒體的消息 當然了 這個影像解剖 是整個擎團擱淺行動的其中一個部分 整個擎團擱淺行動 其實就是由預會署和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海洋公園 預會署之外 還有以下這些不同的單位 也有幫我們解答他們的擎團 究竟在香港擱淺的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只是說回影像解剖的時候 其實我的小組或者我的班 其實大概是用了這四個大的範圍去研究 或者去看 我就逐個逐個慢慢說 當然在講整個範圍之前 講一個宗旨 其實我們做這個影像解剖 只是希望想令到我們配合傳統解剖時候的一些技術 令到多一些機會 可以找到他們的死因和生活史 不是希望想完全代替了傳統解剖 因為很多時候 無論是一個時間的局限 甚至乎是儀器的 可不可以用呢? 剛剛那段時間我們撿到的時候 所以都是一定要用回傳統解剖 到最後去做一個我們叫做終極的答案 我們在2014年3月開始 剛才我提到昨天 其實我們大概會有154條割潛的個案 而割潛的個案 154條裡面 其實109條我們都有做到我們的影像解剖 而其中我們亦都有聯同海洋公園的獸醫團隊 去到中國大陸 去到中國大陸 武漢那邊 去幫61條的長江江團 和他們的江團 渤海的江團 去做一個影像解剖 所以到最後在我們的Data Base裡面 大概現在就有124條的 我們叫做影像解剖過的 禽团屍體的Data 而其實多於這個數字 因為日本的一些Dedicates 甚至乎是台灣的一些合作夥伴 他們都已經開始了我們這個影像解剖的Project 在他們那邊 那整個行動其實是做甚麼的呢 其實很靠大家 因為我們經常都要在… 又要教書 又要做其他事情 所以不可以每天都出海去看海豚 當然除了看海豚的朋友之外 大家市民有時都會去沙灘 星期六日去沙灘 亦都會有機會發現到他們 所以當我們發現到他們的時候 就記得打這個123條熱線 亦都有Apps 123的Apps 其實是政府的一個熱線 打完了 報告了這些情況之後 其實就會有漁護處的同事 和海豚公園保護基金的同事 就去Respond 就會去到這個案發的現場 去將他們拿起 拿完之後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如果它不是太重 亦都可以拿走的話 它一定會Pass給我們做下一部 就是影像解剖 當做完影像解剖之後 它就會Pass回到海豚公園 做最後一部就是傳統的解剖 可以重到一個成年的中華百海豚 大概有2.5米長 多過250個KG的中華百海豚 亦都可以進入電腦掃描的儀器 雖然當然有超過10個壯丁幫忙去做 當然了 多謝現在技術的先進 我們就可以甚至乎 一做完之後 我就馬上去看片 看完片 馬上就馬上去 在我們的群組裏 發訊息給海豚公園的手醫 告訴他們 大概我們發現 拍照的解剖的時候 有這些不同的問題 希望在傳統的解剖的時候 去看一看 留意 電腦掃描是什麼 其實電腦掃描 跟我們一般人的電腦掃描 是一樣的 其實這個project 是全世界 在香港是第一個地方去做的 你說其實很容易 放一條屍體 轉個個洞 為什麼要我想到呢 其實 當然就不僅僅我想到的 很幸運 因為香港是比較小的 而我們可能在說 即使大嶼山的某一個海灘 甚至乎是西貢的某一個海灘 回到市區 去到電腦掃描 或者磁力共振的地方 可能只頂了兩小時 所以在世界各地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像我們一樣 主要的所有東西 所以很幸運 我們是第一個地方 可以常常地做到 行常地做到一個 影像解剖的 擒團擱展行動 其實這個CT機 這個電腦掃描機 跟人的電腦掃描機 是一樣的 就不特別是做死屍的 你也知道 人排電腦掃描在醫院 都幾個月 甚至乎有些是幾年的時間 那又為什麼會取得到我們呢 所以我們不是在人的醫院做的 我們是在獸醫的診所做的 好了 電腦掃描究竟是什麼 其實整個影像解剖 或者究竟是什麼 其實就是這樣 非常之悶 只是放了一條屍體下去之後 它就一直沿著桌子 移進去那個洞裡 大概整個過程 視乎它的屍體的長度 可能說一個1.2米的長度 大概30秒 其實已經做完了 電腦掃描是需要 我們所有人出一個房間做的 剛才那個是一個營業室 出一個房間做的 因為電腦掃描是有輻射的 好了 磁力共振 磁力共振 我用了這個比較傳統的磁力共振機 和一般人的磁力共振機 可能有少許的區別 這隻磁力共振機 基本上如果是人的話 就只是我們做一些 我們叫peripheral的地方 做一些Joints 腳 手 如果真的要照腦 或者是神經科 可能我們要回一個洞 塞進去 都是像剛才的電腦掃描機 那樣的磁力共振機 去做 還有一個比較新穎的儀器 要介紹的 就是我們的 Surfer Scanning 這是一個立體的掃描 其實我們平時發現到屍體 除了將它放進電腦掃描 磁力共振之外 我們一定會幫它拍照 但其實平時拍照 你怎麼拍呢 拿個相機出來 拍一張、兩張、三張、四張 都是一個平面 不是一個立體的構造 不是一個立體的模式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靠 透過這個3D的掃描 其實它都是 斬著斬著 這些都是一些 structural light 跟我們現在的光是一樣的 都是沒有輻射的 不斷靠它斬著斬著 打個影像出來 去這架3D的掃描 它就會慢慢出現到 一個3D的模式 影像出來 待會我可以再給大家看看 3D的模式 究竟是甚麼樣子 在說這些成果之前 其實就告訴大家 做這個擱淺行動 是很長很長的時間 如果沒有我們擱淺行動 把影像解剖放進去 這個擱淺行動的時候 其實整個擱淺行動 大概會用了四分一日的時間 六個多小時 但如果加上影像解剖 如果加上影像解剖 這個已經加上影像解剖 所以大概會用了四分一的時間 最短 最短 但現在最長 其實差不多要半日有多的時間 沒理由晚上去找屍 晚上在沙灘也沒有光 也找不到 所以很多時候 整天已經花了在擱淺行動中 所以其實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的同事 也很辛苦 去到我們死因的調查 究竟我們做了這麼多事情 要做六個小時至十三個小時 究竟我們得到的東西 要來做甚麼 有甚麼用的呢 我想就由身體服務開始 當我們照完這個CT 照完這個CT 和這個MRI之後 第一件事我們可以發現的 就是一個完整的Service 當然Service的平面 表面之外 我們還可以透過 因為它有磁力共振和電腦掃描過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器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譬如電腦掃描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不同的斷層 這裡是由口開始 到腦部 兩隻耳朵 一直到其他身體不同的部分 如果是磁力共振的話 磁力共振的話 磁力共振的話 因為要逐一步做 不可以整個身體一次過做 這個其實是在做一個擱淺的海豚 它受到一個斬傷 給船長斬傷 看到有一個傷口 此理共振很好 可以幫它看到傷口 亦可以看到其他的軟組織 究竟有沒有做到一個預合的情況 好了 到剛才說的三維的Service documentation 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剛才我們把相機照著照著 閃著閃著之後 其實做出來的影像大概是這樣 和拍照很真實的 那個樣子 顏色 甚至乎是一些表面的傷痕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傷痕 都是這條肛團 甚至乎我們可以做到一些量度 譬如量一下這個傷口 究竟這個闊是多闊 很長 這個是一比一的 我們亦都不需要再測試它 好了 去到一些我們的收藏 我們的尺寸 我們亦都可以把它做一個 我們叫做photo geometry 亦都是透過拍照的方法 不過最後營造一個 我們叫做3D的模特兒出來 比起剛才我拿了電話出來 這樣營的細節會更高 當然可以在360度轉 亦都可以做一些量度 那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你想想 這些都是骨 骨 放得久 有骨灰 會爛 會跌 如果不小心 我今天拿來 跌了我的地上 這樣就爛了 這個尺寸 但我們剛才說的 無論是CT MRI 甚至乎是這些 所謂的photo geometry 一些3D的 server scanning 的Data 全部都是Digital 所以是永久保存 亦都可以把它發送給世界各地不同的專家 去看 好了 當然 你照光了 你厲害了 究竟跟市民 或者跟教育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譬如我們掃完 3D掃完 剛剛用3D掃完 掃完一個骨頭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拿那些Data 去做一個 我們叫做3D Printing 那些Data做3D Printing之後 其實那個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3D Printing 的Model 我不怕跌破 跌破 就再刷破 亦都可以讓大家傳閱 亦都可以去 亦都可以去摸 亦都不怕骨灰跌破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教學工具 我們就跟CTU 其中一個WOWS Program Walking with Omulis Program 裏面的團隊一起研究 如何做一個3D模特兒的Printing 好了 再說回我們 其實影像解剖 你照完之後 出來怎麼看呢? 如果真的想知道 學怎麼看 下午我們有Workshop 我們下午可以再細節地說 但其實怎樣看呢? 我們大概用了不同 我們這些叫做電腦掃描的 一些Post Processing 這些後期處理的技術 去把它變成骨 變成肉 變成體肺 變成體肺 變成其他東西都可以 譬如這裡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我想看 究竟整個呼吸系統 或者Bong-Q-Tree 整個呼吸系統的 支氣管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可以透過 每一個的斷層 跌在一起 跌得越厚 我們可以看整個 這個支氣管的分佈是怎樣 甚至乎 剛才說過 是一些Service documentation 我們這個是透過CT去做的 所以其實那個情況 就有一點點區別 沒有顏色的 顏色就不是等同真實的顏色 但是也可以看到 傷痕大概是怎樣 樣子大概是怎樣 其實也非常類似類似的 好了 究竟有沒有用呢? 說來說去 是否你提供的 你是不是有用呢? 當然我們做過研究 告訴我們 其實當有了這個影像解剖 進去這個禽團割潛的死因的研究之後 其實平時我們找到死亡機會率 只有10% 10% 非常少 不要怪海洋公園 不要怪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怪就怪動物 因為我們找到的動物 割潛的禽團的屍體 都是嚴重負難 甚至乎是非常負難的情況 在這個嚴重負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可以研究到死因 或者做到的調查 也是非常極之局限的 所以找到它的死亡機會率 也都低了 大概10% 但是如果做了影像解剖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提升到25% 大概四分之一的機會 我們找得到 甚至乎如果我可以整個身體 去做影像解剖 有時候我們太大了 那個情況 搬不到進去的CT房 甚至乎太重了 上不了床 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斬件 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是一個全身體的時候 大概我們可以提升到42% 去找得到死亡的原因 所以這個影像解剖是非常有用的 好了 去到病理的一些調查 其實特別是因為電腦掃描 電腦掃描其實是一個X光機 它只是一個會動的X光機 不斷地透過孔的peripheral去轉去轉 所以X光其實去看這個骨落 骨格是非常好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頭碎了 碎了 這個分開的頭和身體 這裡有什麼呢? 一個魚勾 甚至乎這個很明顯 脫了膠 基本上是一個不需要懂 電腦掃描 刺力共振 甚至乎是不需要懂病理的 你都知道這個不正常 脫了 這個肯定不正常 這裡有一個東西 正常的海豚手指有五個 好像我們這樣 有五個指骨 這裡呢? 沒有了? 肯定知道有問題 所以它在說一個3D的presentation 亦都可以讓大家 一些不是這方面的專業的朋友 都可以很容易地認出 究竟有什麼問題 甚至乎是一些脫骨的問題 他其實生活在海裡 我們這樣想 我們一定是有地心吸力影響 我們有地心吸力影響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脫骨痛 又做一些陸地的運動 我自己也有半月版 不舒服 要有更多水 其實他們在水裡 為什麼會有問題呢? 其實他們在水裡 也有脫骨的問題 之前也很少一些文獻報道過 但因為透過我們影像解剖 我們就可以知道 原來它也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有不同的報告 去報告出來 好了 當然 剛才說過 其中一個他們受的威脅 可能就是一些 漁網或者漁歐的纏繞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case 告訴大家 很明顯 網就不用再告訴你 在哪裡 你無論如何都會看到 那個網在哪裡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不懂得看裡面的東西 都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 咦? 當它變成骨頭的時候 看到有這個東西在這裡 我想 不用懂影像解剖 都一定認得到 有些東西不正常 甚至乎 它手的骨頭也沒有了 這邊是左邊 這邊是右邊 可以看到 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比較嚴重的case 就是希望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大概在三年前 有一個白海豚的case 它不是割潛的 它就在海裡發現到 被一些surveyor 看到之後 當然很痛心 最大的一個傷口在這裡 前面其實也有 形式式的傷口 這個傷口 大家估計 應該都是一些螺旋掌 去造成的 當然 它可不可以survive呢 夠 還是不夠 也引起社會很大的爭議 當然 最後它被 御匯署和海洋公園的 獸醫團隊 去拯救了 但是三天之後 因為情況太差了 健康也無法實現 所以最後安樂死 安樂死後 當然就上了我們的桌子 上了桌子 通常都是不開心的 上了桌子之後 我們看到 其實骨落 這是更切面 骨落的fracture 骨裂的情況 是非常極之嚴重的 是不可能自己痊癒的 是絕對不可能的 當然 我也很客觀地說 中間有這些 這些是根件 那些根件 是有跡象 在做一個治療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骨裂到 整條脊骨 是已經 alignment 已經不正常了 它自己找東西吃的情況 已經不樂觀 所以 當然 它死亡的原因還有其他 但是這個傷口 導致了一個很大的感染 導致全身也有不同的地方 也有感染 所以最後很不幸 生活不了下去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影片 講述它的個案 其實我們今天也有帶進去的那塊骨 創傷的那塊骨 我不知道 等一下可以傳閱給大家看 其實也好 看到其實除了一個大傷口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個傷口在前面 而其中有一些傷口 還會觸及到骨裂 其實是骨裂 骨裂 大概在前面 好 好了 講到不同的部分 其實 剛剛說過 我們做影像解剖 其實整個 由頭到尾都要看一次的 總共長的 我們叫做每一個斷層 我們有1mm去看的 你想想 一條大概是1.5米也好 1.5米已經有多少張照片 1mm 數學題 已經有1,500張照片 如果是2.5米 有2,000多張照片 其實我在半個小時裡 就一定要看完 1,000多至2,000張照片 究竟它有什麼問題 之後再打報告 就在擺放時間 希望 海底隧道麻煩你塞車 塞車 我就可以做長一點 其實就是這樣做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開始 我們就去看看 究竟有什麼問題 在頭部當然可以找到 它有沒有骨裂 甚至乎它可能吃了一些 不是它食物的東西 譬如是些什麼呢 有螺 有一些魚 它也會噎死 有魚吃了在裡面 就不能放進去的胃 甚至乎耳骨碎了 最常見的一個個案 我們就叫做頭顱 頭顱和頸部脫位 即是頭顱和身體 其實表面上來看 就像這條一樣 表面上來看 它是沒有傷痕的 它也沒有斷開 也沒有割痕 但是我們透過這個電腦掃描看到 很大的問題 原來頭和身體分開了 好像變魔術一樣分開了 有很多原因 有機會是一些魚網纏擾 它拼命在那裡挖 挖挖挖 是不是真的會掉 或者是它真的被船撞到 船撞到這裡 或者是一些我們稱為 这个时候其实它的力度也不小 特别是一些已经过身的海豚 它的肌肉甚至是一些软组织都慢慢腐化 所以也会令到有头脑和身体分开的情况出现 肺部其实它和我们一样 它也有很多肺部的问题 特别是呼吸道的问题、感染的 无论是一个圈阳的动物 甚至是一些野外的动物 肺部的问题出现了很多 在禽团里面 所以有肺炎、肺积水、肺水种 甚至是肺炉 我们也看过 发现肺炉很麻烦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们一创开 就像这个 很像 这个其实不是肺炉 但是我们一创开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样子很像肺炉 在我们做影像解剖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兽医 这条穿了 不要松懈了 这条穿了 就带了N95 穿了东西 当然了 我们还要慢慢做不同的化验 我们才可以知道 但是幸好它不是肺炉 是其中一种 不是真的传染性那么高 所以影像解剖也做了一个提示 告诉一些做解剖的小组 好听的 记住留意 一些我们叫做公共健康 也可以防止一些 Sulovic disease 去蔓延到 甚至乎 刚才说过一些病症 有一些肿瘤 我们都可以透过 这个影像解剖 去找到 但是找到的时候 我们甚至乎可以 准确地告诉他们 这里有一粒肿瘤了 你怎样拖 你在哪里找到 你找到它之后 你整粒拿出来 我们可以再做其他其他东西 去做一个化验 我们就可以整体全面地去 找到究竟这条海豚的死因是什么 其中一个比较新穎的做法 就是我们叫做Virtual 一个虚拟的支气管检查 如果我们平时做Bontroscopy的时候 在支气管检查 我们真的要 放整个内窥镜 从呼吸孔 一直到肺 甚至乎是支气管 其实对动物 首先是 stress 一定是 stress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当然我们现在做的是尸体 如果我们透过这个尸体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虚拟的支气管镜检查 就是好像我整个人 穿过了这些隧道 找到究竟这条隧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条支气管有没有什么问题 去到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逐个逐个去trace 所以这个只要需要一个电脑掃描 一个电脑掃描的掃描 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 就完全不需要把内窥镜放进去 就像人一样 如果大肠镜 你都要塞进去 其实CT都可以有一个虚拟的大肠镜 所以其实也是借用这个方法 在禽团的这个支气管做一个检查 那在腹部呢 当然了 腹部就更加多问题 有肝、胆、肾、皮脏、胰壮、腸 非常非常多 又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是腸道 在说禽团的腸有多长呢? 可以猜猜禽团的腸有多长呢? 啊,OK 通常我都是说比例的 他的身长和腸的比例 那会不会一比一呢? 一比一好像太短 那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是三比一 要么大概是七比一 那是多少呢? 七比一 没错了 那可以给个礼物 小朋友 那大概是七比一 当然了 看回不同的禽团的品种 大概是七比一到十四比一 哇,十四比一 只是如果我们要剃腸 剃腸怎么剃呢? 就像剪腸份一路剃 哇,你想想 剃到天光都没剃完 究竟腸里面有什么 但是透过这个影像解剖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究竟一个scan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了 那些腸里面究竟有什么 就可以省了很多时间去剃腸 整条去剃腸 可能我们发现中间有些东西 那我们就告诉他们 其实中间哪个部分呢? 那条腸可能有些东西 你就在那里剃开就可以了 这样剃腸就可以了 那也都省了很多时间 当然了 另外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case 如果在肚子里面 或者腹部附近 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寄生虫的感染 特别如果女生的肛团 或者女生的中华胞团 都会有这个我们叫做乳腺 受到感染 乳腺就是等同人的乳房 去做奶给小朋友喝的 如果它有这个寄生虫的话 其实会有机会影响到它制造奶 甚至乎它的quality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了 那去到这个生活史 刚才说了这么多都是病 当然病有很多形形色色的 今天只是显示了一些部分 那这个生活史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说 有个头在 刚才说过 你很厉害 猜得到 这个是 不可能是中华白海豚 起码这两个你知道 分辨到 长嘴短嘴 但是究竟如何才知道 这个是中华白海豚 这个是其他的品种呢 其实就要靠分类学家 我自己又不是分类学家 但是分类学家怎么做呢 就是靠量度不同的一些头骨的部分 或者去数一下 有几个洞 那里有几个洞 那他大概就知道 究竟这个 是属于什么的头 什么品种的瓊存 但是我们又想想 经常拿出头骨的头骨 那很麻烦 会不会有跌烂呢 甚至乎是 其实香港没有分类学家 产团的分类学家 是没有的 那怎样 最近 国内 或者是 台湾 我又要寄 但是这些是一些 sample 寄出去也很麻烦 要拿牌 所以到最后 会不会用到我们影像解析的技术 都可以去做到这个测量呢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 但是也要证明的 也要告诉别人 其实 这样量度 拿一把银子去量度 而且在电脑量度 是差不多的 是等同的 那我们就做了这个研究 当然一定要做一些实体的测量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研究的骨头 很辛苦才可以去到现在 白骨这个样子 其实大概可能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 才会去到这么干净 那待会大家可以 说完之后 大家可以来看看它们 所以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是CT的样子 电脑素描的样子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之类近的 跟这个真正骨头的样子的时候 还要说是可以在360度的转 去什么角度的转 都是可以的 所以可以放大幅小 而那个resolution 也都非常之OK 好了 那说到瓶团 其实它怎么看它的岁数呢 知不知道它怎么看它的岁数呢 它会不会告诉你 如果你听它是小朋友呢 它不会的 但是小朋友 我们通常都是分 它是小朋友 青少年 亚成年 亚成年 成年 人都不只有四个区别 四个周期 如果它是小朋友 小朋友是零岁 一岁 两岁 三岁 这些区别的呢 其实是靠它的牙齿 我们要拔出牙齿 我们有些牙齿 可以传承一下 其实有些牙齿 大家可以看到 有大的牙 有小的牙齿 大的牙齿 就是中华白海串 小的牙齿 就是江串 大家可以看到 跟我们的牙齿很不同 它们是没有行齿 没有乳齿 只有行齿 它脱了就脱了 就没有了 另外就是 那些牙齿 譬如有门牙 有大牙 它只有一种牙齿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其实不会照顾 它们是不会照顾的 它们只会吞顾 它们的牙齿 其实是用来捕捉它的裂物 所以是不同的 我们又要特意拔出牙齿 之后还要切片 放在显微镜上 之后才可以看到 究竟有多少个圈 而这些圈就像连轮 即是像树木 斩了它之后 看到有多少个圈 而一个圈的就是一碎 两个圈就是两碎 如此类推 但其实一碎两碎 如果一个圈都没有 零碎 如果九个月大 和三日大 那我怎么区别呢 很难 甚至乎如果你在说这些圈 我现在放大了很多倍 如果去到十几个圈 其实很难看 它已经黏得很迫 那我们怎么做呢 有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帮到它 在说年纪 又可以去断定 我们原来可以看不同的骨 它们的一些预合的程度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大概是多少岁 比如我们在说 是用一些脊柱 或者脊骨 预合的程度 我们可以区别到 我们发过文章 告诉大家 究竟如何区别到 它是零岁以下 但是呢 亦都可以区别到 它是多少个月大的感 甚至乎是手指骨 刚才说过 其实人呢 亦都有它不同的预合程度 无论是头 所以妈妈叫你 不要拍人家 小朋友 或者BB的头 在这里 老顺都没关系 你为什么 因为真的没关系 因为它预合的程度 在头骨上 是未预合好 除了头之外 其实我们的手 手指骨 甚至乎是这里的骨 两条骨 甚至乎是上臂的骨 其实都有不同的预合程度 根据年龄的增长 海豚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透过量度 不同的位置 这些骨手的不同的位置 甚至乎它们的预合程度 我们亦都可以估计到 它的年纪大概是多少 好了 非常闷 到最后 其实就是一个数据的处理 我拿了这么多东西 回来之后 有什么用 是不是 自己用 那 不会 自己用也没有什么好处 最好 最好就是将它公开 首先第一步 就是公开给一些研究人员 不同的小组 最后当然是公开给公众 给大家知道 究竟 瓶团割潜 在香港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小组 研发了一个数据库 而这个数据库 我们亦都是有不同的小组 去与不同的资料 进去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Demo 当然这个是我们内部应用的 去安装我们 去安装我们 去安装我们的一些 data 可能我们看到的 有一些 presentation的数据 有多少条的割潜 之后我们每一个 case 都会进入不同的资料 甚至乎它的长度 它不同的量度的地方 有这个影像解剖的 data 当然有影像解剖的照片 我们也会进去 之后呢 也有一些我们叫做 传统解剖的照片 它是进去的 进去之后 当然有时候我们 如果再做一些 详细一点的检查 我们也会进去 进去之后 我们就会有一堆 data 在里面 不同的 case 我们可以搜索 究竟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逐个逐个去看 甚至乎有 filter 好像我们其中一个 Google一样去搜索 甚至乎我们还可以看 在我们综合了所有的 data 之后 其实我们有一份 report 这份 report 就是最详细的 说到影像解剖的时间 我们找到什么 传统解剖的时间 最终的结果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当然如果有兴趣 再看影像解剖 或者一些图片的话 不要只是我看 现在全世界都只有我看 看到眼都瞎 开始介绍给不同的朋友 甚至乎是我学生 教我们怎么看 还可以自己看 还可以帮助 非常极之简单 一站式的服务 好了 到了将来 究竟有什么发展 我刚才说过 其实 一个死因的研究 就不只是靠 海洋公园保育基金 靠我们 甚至乎与会署的帮助 香港水一定有污染 污染物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 会不会放在死因里面的研究呢 其实这些资料 也希望可以从不同的研究的单位 去拿回来 而放在刚才的资料库上 去做一个详细综合的 一个 analysis 的 好了 有些问题 希望大家去想一想 讲完这么久 都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究竟影像解剖可不可以取代它呢 我想都很明显 知道很难去取代它 其实影像解剖这件事 不是首先在瓊团里面应用 在人呢 其实应用了超过二十年 二十年 四年前才放在瓊团里面 所以我们的起步也比较慢 但是在人身上 都没有办法代替到传统的解剖 究竟我们做影像解剖来做什么呢 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监察到海洋的健康呢 甚至乎 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透过资料库 我们有机会可以帮到手 去找到死因 甚至乎 之后可以提供一些很确实的资料 告诉政府 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海洋 我们的海人保养类动物 从而就会做到一个制定的相应的政策 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的海洋 但是记住 影像解剖非常好 但是有幅射的 亦是指定的人员才可以行动 小弟是一个放射技师 所以可以按制 其他人除了你是医生 牙医 瘦医 在香港的法例之外 牙医 瘦医 和人医 和放射技师可以按制 其他人都不可以按制 否则就触犯法律 记住这个号码 1823 如果有一天 在海边也好 在海面也好 发现到他们 就可以打这个电话 甚至乎是说你在哪里发现 我们就可以尽快地做回答 无论是以前我们做圈养的动物 当然现在也有做圈养的动物的一些研究 甚至乎帮他们身体检查 甚至乎现在的一个影像解剖 其实我两样都很喜欢 因为经常有人问 你喜欢哪样东西 哪里有人喜欢死亡 没有人喜欢死亡 但起码 两样东西都是用到我自己的技术 去帮助他们 希望无论是圈养的动物 或者是一个野外的动物 都可以得益 所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影像解剖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知识 但这些资料 其实对日后 我们给政府制定一些相关的保育措施 可以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 也很希望这些动物 不要起码在我有生之年里面去灭绝 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可持续发展 这个可持续发展也是2018年的科学节 其中一个最大的主题 所以我们有幸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在地球日里面 分享到这个信息 非常多谢我所有的团队 合作的单位 我的Funders 当然是基管局 以及研究资助委员会 支持 我的学生 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所有人 如果没有我们支持 我都不可以在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所有的资料 如果想继续追踪我们的话 我们有一个Facebook的专页 甚至乎是有一个IG的专页 这里是QR Code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和分享一下我们的研究 那我们每一个Case 当我们做完这个影像解剖之后 都会在一两天之内 都会更新到Facebook和IG 所以大家可以很贴近地知道 究竟香港割潜行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